又发零发钱了 宝贝们 带你们去小妹子买东西 咦 因为小妹子老板没有出来摆摊吗 诶 这是什么 这里不是蛋枣吗 这是黄颜色的 粉色的也有 这是谁把他们扔在这里的呀 算了算了 先拿回家看看去 不滚 你捡这么多垃圾回来干嘛呀 这可不是垃圾 我在中间上发现一根纸条呢 上面写着 请帮我修行三只蛋仔 身体都会换个奖励 五千万千金 难道这垃圾袋里 藏着的是坏链的蛋仔啊 我现在穿出来 这是粉色的看看 穿出来 嗯 里面怎么都是棉花呀 诶 这是鸡木 鸡木 哦 我们都知道了 把这根鸡木堵在一起 都会变成 鸡木的蛋仔了 那你让我来试一下 它能不能准备 这根蛋仔 哦 老子们 卡了一个小时 我终于把粉色蛋仔给修复好了 它也太迷你了吧 它能不能怎么长大呢 我真的超可爱呀 我看 这个蛋仔也太可爱了吧 那我要来拼这个黄色的蛋仔 那这只黑色的蛋仔就交给我了 不战 没有呢 那拉一代里真的藏着宝贝 这年纪念还挺多的呢 不过 它可难不倒我 这历史修复蛋仔开始 宝贝们 黄色蛋仔我已经搭好了 你们看 它的脸的小胳膊还在动了 真的好可爱 长得还特别呆吗 现在到最后一只黑色蛋仔咯 拆开 逃出线片 黑色蛋仔的黑眼尖也太重了吧 我之前都倒出来 接下来开始成绩式拼黑色蛋仔咯 黑色蛋仔的黑眼尖也太重了吧 就会更多酷了 真的好像一颗蛋呀 快快给目前的小鹿鹿小姐姐找一招物吧 宝贝们 上次泡呼呼的小蛋仔都已经修复好了 你们更喜欢哪一只蛋仔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粉色的啦 看起来真的太委屈了 今天我就出了一位简单的小鹿 把我大的小蛋仔送给他哦 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种可以吃的小猪配器吗 有人把它咬开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牙仙子金币 据说有了它就能召唤来神秘的牙仙子 它还会送你超多的金币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竟然有这种可以吃的小猪配器 之前我在红包里发现了杰尘爷 没等到现在小猪配器里 竟然能发现牙仙子金币 要是拥有了这块牙仙子金币 就能召唤来超美的牙仙子 它还会送出超多的金币呢 如果上脑前能买到这种可以吃的小猪配器呢 这都怎么办 咱们先去小猪不看看 小猪的老板在那呢 不必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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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它是睡着了吗 一动不动的呀 咦 手里拿着这个去 巧克力 乔治啊 这有花这么多呢 乔治 这急快要吃爸爸 总留在这里 小猪的老板带走了 请保兴啊 这巧克力文字好香呀 把你那种烧回去 这些小猪不是我花100块钱买回来寻宝的 我又吃一个还不行吗 那就给你个猪爸爸 一口咬着猪爸爸的头 嗯 这个长得要好甜啊 咦 这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小猪里面那有什么呀 这里面应该藏着牙箱子才对啊 这我来个球质尝一下 嗯 这都做得不错啊 小猪里面都封了 这精力到底藏在哪只猪里面呢 这个导致呢 你们能用无名指 从此点在这个关注吗 听说啊 猪1%的小猪能做到 如果你们能做到的话 我会给你点小猪猪 再来一个猪爸爸 看看里面有没有藏着牙箱子啊 嗯 耶 哇 捏水的雪子也太爽了吧 嗯 这爸爸里面没有牙箱子啊 我要来一个掉了色的乔治 让我把乔治的鼻子捏碎 我捏 哎呀 它就很滑了 乔治的身体里也没有什么牙箱子啊 而且这乔治还掉色呢 这爸爸跟乔治都没有 难道是藏在佩析里面 这我来个佩析试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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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 我们拿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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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币 上面还有一个牙箱子呢 哇 这牙箱子也太可爱了吧 这金币应该很值钱吧 可惜它不是视频同传牙箱形状的 你不要的话就给我 那样的小猪里面真的有宝贝 要你来把试试试试试试试 先从最上面三只条纸开始 我捏 啊 这只里面有 这都顺便挺好吃的 是 这就要吃 嗯 真好吃 来来 第二只条纸 捏 嗯 这只里面又没 这个顺便是我的 三只条纸 啊 二只空的 现在轮到猪爸爸了 捏 也没用完 你快把猪爸爸给我吃了 第二只猪爸爸 捏 啊 又没了 看来你今天是找不到 牙齿中的牙齿子了 第三只猪爸爸 捏 这只里面还是没有 我都快吃饱了 你都还没找到 你最后三只背起来 就那么吃掉它了吧 不行 KG 等下我来吃 我一定要用金币啊 空的 再来一只 还有空了 是剩最后一只了 你又让了吧 肯定抽不到的 吃过的 这次我要一只吃掉它 啊 困然来了 你拿到真被你吃到金币了 哇 牙齿子金币 他真被你抽到了 没错 就是它 视频同款的金币 这人我也太想了吧 真的能到我来牙齿子吗 拿到窗户边 试一下他就知道了 牙齿子快出现吧 蛤 你刚才有看到什么东西飞过去了吗 我看到了 我想一想打光呢 难道刚才那就是牙齿子 艾特跟他长得最像的人 天气 而今天有雨 如果星雨会在路上遇见你 哇塞 这个棉花娃娃也太可爱了吧 我好想又一只啊 正好马上抓到圆带了 那娃娃就给我们的小粉丝们 来个棉花娃娃大口罩吧 我找下来 好这个 棉花娃娃大口罩 快点我已经等了超久了 你打开来看看 你的棉花娃娃长什么样吗 直接打开 我已经位置不住我的兴奋了 棉花娃娃快来了 来瞅瞅她长得怎么样 这盒子怎么会扁成这样的呀 还问我的娃娃没什么事呀 哎 我的是紫色盒子 我是蓝色盒子的 赶紧把娃娃拿出来吧 我的娃娃头发好长了 我的娃娃头发颜色和你不一样了 合作里面 看了他们的出生证明的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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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着来 咱们赶紧给她们进行大改动吧 我的娃娃 我决定给她起名字叫小桂园 接下来呢 先让我帮小桂园把头发给处理一下 咱先用梳子帮她把头发给梳上了 哇 小桂园的发质还真的挺不错的呢 比我的还要顺 再来咱们从小桂园的头顶 把发缝给缝起来 把头发向脸边梳 让我来给她沾脸的小辫子 把这儿斑斑的头发给梳起来 跟着一个小啾啾 用发绳扎起来 再来梳另外一边的小啾啾 再用电子棒给刘海捡个弧度 想利点别碰到她哦 哦 另一边一样 捡完糊涂以后 梳发就想能够起来了 用了她的身体还可以摆成各种形状哦 还可以把手举起来呢 怎么样 蓝色的眼睛是不是很可爱啊 接下来就来穿我给她买的花裙子吧 再来穿上小桂园 小裤子穿好咯 现在可以把小吊带紧穿上咯 上面还有两个褲结结呢 穿好以后咱们把它整理好 衣服也穿好咯 以后小桂园刚才跟我说她的瘤海有点长眼睛了 那咱们就给她夹一下吧 这里夹起来 另外一边咱们来夹一个粉色的小发夹 哇 真的是太可爱了 我的小桂园已经装饭完成了哦 还有结婚呢 如果您也喜欢的话就接着转发 现在轮到给我的小萌萌改装哦 别看小萌萌现在长得很凉好 等一架呀 她就会变成小公主了哦 咱先把她的瘤海给扒拉开 这样才能看清她的目光呀 哦 原来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呀 嘴巴还红红的呢 特别小小可爱 而且她的头发摸起来发质也太好了吧 感觉发量比我的还要多呢 在扎辫子之前 咱先来给她的头发夹得蓬松一点吧 这个过程一定要小心一点哦 我千万不要伤到她了 后脑勺也不要忘记夹了 我夹 还剩最后一点了 夹完那样子 虽然有点像公婆子 但是咱们只要把她的头发给扎起来就好了哦 我们小萌萌用的蝴蝶结 那可都是超梦幻的粉色蝴蝶结和黄色蝴蝶结哦 咱先扎这一边的头发 给她扎一个小舅舅 这样看起来也太可爱了 一定要扎得紧一点 一边一个蝴蝶结颜值一下子就拉满了 咱也把她的刘海给固定住 不管你现在变得更好看了 接下来就要给她穿上美美的花裙子了 这可是成熟中的绣花裙哦 这种红绿颜色搭配也太符合小萌萌的气质了 赶紧来给她穿上裙子吧 哇哦 今天还是吊带裙哎 马上衣服就穿人了 最后再套上小裤衩 嗯 不是 咱们赶紧把裙子给穿好 我的小萌萌那可是为学霸呀 再来给她配上一副眼镜 你们觉得我的小萌萌的装扮怎么样呢 两分十块的话 你们就给她打多少分呀 接下来就是投票关节 小萌萌还有小会员 你们更喜欢谁呢 给你们去投票吧